十分访谈 我们今天要来谈谈的就是预先护理计划 早在2011年 互联中心就在卫生部的支持下 推出了亚洲首个全国预先护理计划项目 让国人在意志清醒的情况下 能预先规划自己未来想要的医疗方式和个人护理方案 在我国近来举办的第八届预先护理计划国际会议上 各国代表也就这个课题积极地展开了讨论 到底如何才能够让更多人了解预先护理计划并参与其中 马上欢迎今天的两位嘉宾 首先欢迎的是邱德拔医院老年医学科部门主管兼高级顾问医生 黄宗仁副教授 他同时也是刚结束的第八届预先护理计划国际会议 科学委员会的联合主席 另一位是飞越社区服务中心的资深顾问林展辉 欢迎两位 两位嘉宾你们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你们好 首先我们先来理清一下 不要说预先医疗指示 还有持久授权书 这两者是属于法律文件 而预先护理计划它是没有法律约束的 那么黄医生 为什么我们还需要进行这样的一种预备过程呢 虽然这三者都涉及医疗的决策 但他们的目的和作用都有所不同 国人必须对他们的区别有所了解 预先护理计划是一种过程 一个很详细的讨论 在这个过程中 患者能够做更深入的讨论 为将来的医疗偏好做出抉择 并指定决策代言人 将这些偏好传达给他们的亲人和医护人员 它包括讨论个人的价值观 目标和医疗偏好 以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不同情境下的决策 这包括不同疾病的阶段 生命末期阶段 或遭遇严重疾病或意外情况时的决策 它能帮助个人确保 即使自己无法直接表达 医疗意愿也能够被遵守 而持久授权书 刚才你说讲的是一份法律文件 它允许你指定的被授权人 在患者精神无能力的情况下 他们做出决策 被授权人将有合法的权利管理两大点 第一是他们个人的福利 第二是财产方面或者财务事务方面 虽然持久授权书 确保他自己在做足的时候 可以保护自己的利益 但他并没有完全告诉你 你的被委托人如何代表你行事 预先护理计划 具有这方面的 可以帮忙填补这方面的空缺 而预先医疗指示AMD 也是一份法律文件 它允许个人在患上终身疾病 而无法自己做足的时候 表达他们不希望接受抢救 或维持生命的治疗 它不包括其他重要的个人福利 或者医疗护理决定 例如你希望在那里进行医治护理 或者你希望在那里进行肯定管理 这些都没有包括在预先医疗指示 我想要谈的也是预先护理计划 跟持久授权书 坦白讲这两点是可以说是相辅相成的 因为他们都是对未来决策 规划的重要部分 而且他们会确保个人的意愿 得到尊重或遵守 它也可以助于减少家人的纠纷 公司提供更好的医疗护理 决策和关怀 是的 那么可不可以请黄一生在进一步的 为我们说明跟解释 在这个预先护理计划下 受过培训的这个协调员 他们将会通过什么样的方式 来协助当事人办理计划呢 比如说他们主要会开启 或者是涉及哪方面的对话和讨论呢 所以受过培训的协调员 会向当事人提供 关于预先护理计划的信息 解释这个计划的目的和流程 协调员也会与当事人进行对话 了解他们的价值观 他们的信念 他们的偏好 他会引导讨论关于生命的质量 生命的意义 治疗的选择 生命末期护理和 临终关怀等方面的话题 比方说 刚才我所想的很多管理 或者到了末期护理 或者末期关怀的事项 这个协调员都会帮助当事人 和他们的家人一起讨论 让当事人可以更明确地表达自己的意愿 协调员也可以回答当事人的任何问题 并解释不同选择的后果和影响 他们可以提供医疗专业知识 以帮助当事人做出决策 协调员也可以促进当事人 家庭成员 医疗提供者以及其他相关人员的讨论 帮助大家进行沟通和协谎 他们可以组织会议或者会谈 以确保各方面的人都了解当事人的意愿 并达成共识 最后协调员会将这些讨论 负责处理和记录在文件当中 并确保文件正确的填写 签署和提交 以及妥善的储存和备份 以便在需要的时候可以使用 或者需要更改的话 也可以拿出来更改 每个过程的讨论都是要详细地记录下来的 那我知道这个预先护理计划 推出了将近12年了 至今有超过3万5千人完成了这样的一个计划 那么展慧您认为 一些人不愿意制定计划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可能存在哪些误点呢 或者是误解呢 首先就主要就是 人家谈到这个预先护理计划的时候 就感觉到好像死亡就快来了 会带来厄运 他们希望说 好像一讲到就意味着他那个人就是要死了 有的时候那些亲属 或者那个决策大理员的时候 跟他谈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有说 爸爸妈妈你是不是有事 为什么你不然间要做这个预先护理计划 他们不愿意谈 就是怕这些家人会引起误会 而且大部分人觉得是太早了 我身体还很健壮 太忙了 我没有时间 因为要就是来谈这些东西 好像是需要花很长的时间 而且我还没有想清楚 等我想清楚才能够 这是常常所遇到的一些困难 或者挑战 很多人不愿意这个时候来谈这个问题 但是随着现在我觉得 普罗大众已经开始对此 不会这么避及谈临终关怀 或者避及谈死亡的事件的时候 许多人也慢慢的开放 愿意来谈这个所谓的预先护理计划 除了这方面的问题 有些人也认为 可能太过亲近的人 反而难以担任 这个决策代言人的角色 为我们执行一些医疗方面的决定 展会您认为 在伴侣和孩子之间 我们该怎么做决定呢 你是否曾经遇过个案 在人选决定方面是出现了纷争的 首先当这个决策代言人 要帮你做决定的时候 因为它不是一个法律的问题 它只是代表这个人 这个所谓的病人 来告诉他当时的心愿 要接受怎么样的医疗方式 所以这个代言人 有个程度来讲 它是表达这个个人的意愿 所以因为它不是法律的文件的时候 它只是表达着意愿 所以在选择人选方面 首先这个人真的要好好的聆听 这个人的心愿是什么 而且愿意帮他执行这个意愿 特别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在压力的情况之下 他要帮忙清楚地表达 医疗团队知道 他这个人的想法是什么 所以在选择的过程当中 可能就要想清楚 像我在做这个预先回计计划的时候 我的选择 我没有选择我的配偶 我的太太做这个决策代言 我选择我女的 因为我知道我太太在这个过程当中 如果真的遇到这个困难的时候 我觉得他不能够很好的来表达 因为我觉得他很忧伤 他可能很难过 在这个压力底下还要做一些决定的时候 可能他并不是个适合的人选 反而我大女的可能比较理智一点点 在面对这种困难的时候 看到过去的形式为人的时候 他可以比较中立一点点表达我的意见 所以在这个选择的过程当中 有一些人说 我的配偶比较了解我 但是你配偶了解 你不等于在面对这个压力的时候 特别你最自清的人 面对要做一些医疗的选择的时候 不见得他能够完全表达你 因为已经有个人的情绪在里面 所以这个决策的代言 要怎么样选择的时候 可能你要先要想清楚 甚至有一个人 他告诉我他选的时候 他选他的孩子或者配偶 但是你选择一个 因为你可以选择两个人 他说我选择另外一个最好的朋友 因为他这个过程当中 他真的可以代表真正的意见 他怕他的孩子的配偶 不能够完全表达的意见 特别是可能一些要决策 就需要接受更花费更大的意料 他觉得他们会做这个决定 所以他只是希望说 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 有一个人忠立的代表他的想法 以致他们可以考虑在当中 我在讲他不是最后的决定 而是可以代表他的意愿 是 毕竟每个人的想法思维都不一样 做决定的时候恐怕也是会有些出入的 但也有些年长者会许会认为 这办理计划过程当中是相当的繁琐 那么黄医生 我们如何可以简化办理过程 而从长远来看 全科医生是否也可以将成为计划参与伙伴呢 黄医生 其实要办理 其实要办理预先护理计划的过程 我并不觉得太困难 坦白讲 因为病人可以把这个医院 告诉他们的医疗团队 医疗人员 然后医疗人员将可以安排 协调员做进一步的联系 与讨论这方面的预先护理计划 那至于全科家庭医生呢 我是觉得全科医生是有望成为 预先护理计划的重要参与伙伴 全科医生在医疗体系中扮演着非常关键的角色 他们负责提供综合性的医疗服务 以患者建立长期的医患关系 并了解患者的医疗历史价值观和变好 所以他们对这方面是恰大好处 而且建立与保持长期的病患关系 也是之前我们所谈的健康SG计划的中指之一 但每个病人都有一位家庭医生 随着对预先护理计划的重要性的认识 不断的增强 我觉得家庭医生或者全科医生的参与 会让这份计划得到更进一步的推广和支持 这也将有助于提高患者对预先护理计划的认知和接受度 并确保他们能够获得综合性 而以患者为中心的治疗护理 最后我们也需要时间 人力和资讯资源的配合 才能让这项计划得到预期的效果 那是当然的 是 那么观众朋友如果想要了解更多 关于预先护理计划的资讯 可以浏览以下的网址 或者是拨打互联中心的电话 今天也谢谢两位嘉宾的分享 谢谢二位 好 我换一下这个情绪 新传媒艺人陈楚环带班主持 缤纷万千再生松 结果却引发了爆笑场面 他到底说了什么 让网民觉得逗趣搞笑 还在社交媒体掀起热议 广告过后告诉你 大家 这些党书都不肯定还在社交媒体掀起来 很明显